四大菩萨都住在地球上 文书 菩萨 观音 地藏都住在这 在中国 中国这四大名山 四大道场 有人能见到 有云 没有云 见不到 在山智里面 我们能看到这些故事 那我们相信这不是谣传 这不是欺骗人 佛家遵守五界 绝地没有亡女 这都为我们做证明 确实有神仙 确实有佛菩萨 甚至于阿罗汉在这个世界 来帮助我们 现身说法 现什么神 不一定 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音 应一什么神出现 他就现什么神 那些现什么神不是他自己意思 他自己没有意思 完全是 随众生一心 因所质量 感应不过是一样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音 我们如果是一心专念 感应就显起 心里头 常常想着 想观音菩萨 观音就显起 想地藏菩萨 地藏就显起 一切法从心相声 诸佛菩萨是自性里头本有的 但那那 一切诸佛如来 是自性里头 圆满所显的 圆满的自性 信佛神 局部的 信菩萨神 信神闻神 信诸天神 信六道凡复神 不一定哪 徐云老和尚 四十七岁 从普陀山 发现 三步一拜 朝五台上 朝五台上 拜文如萨 把这个功德 回向跟他的母亲 他母亲过世了 三步一拜 从南普陀 到五台 拜了三年多 才拜到 路上有两次生病 严重的 生病 都是在旷野 附近 没有人家 在这个时候 感应 文殊菩萨 现身 来照顾他 啊 菩萨现在是什么身份呢 乞丐 乞丐的身份 啊 照顾他 半个月 病好了 啊 这乞丐 这乞丐 走了 第二次生病的时候 又遇到这个乞丐 那这个语言这么巧 又遇到了 跟他 又住了半个队 啊 病好之后 到五台上 才知道 那个乞丐 不是凡夫 是文殊菩萨化人 啊 所以佛法就是有一句老话说 臣自灵 啊 灵就有感应 真诚到极处 真诚到极处 你跟佛菩萨就常常 感同啊 这个有道理啊 真诚到极处 我们现在跟佛菩萨 为什么没有感同 不诚 那臣的标准是什么 一念不散 叫做臣 你还有念头 不臣 啊 念头没有了 就臣 啊 所以我们念佛 我们有心念 有心念就不臣 但是 有心念 念到无心念 无心 无心 无心就是无杂念 无妄想 无杂念 那个时候是真心 所以先用妄想念佛 念到最后变成真心念佛 真心念佛感应就显起了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念了九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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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体上 清净心 清净心是功夫成品 四一心不乱 平等心是理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中文里面所说的 明信献信 献信称佛 是正佛不是家佛